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冒然发表声明 称俩人将放弃王室高级成员身份 寻求财务自由 而后 94岁的女王组织家人赵开桑的林汉姆峰会 准许哈利王子与梅根放弃王室高级成员的全职身份另寻发展 女王心怀慈爱 她为孙子与孙媳留出一年的时间的转圈机会 在从2020年3月底开始的一年中 哈利王子与梅根仍可决定收回计划 回归王室 目前一年的期限即将到来 据白金汉宫高级消息人士向每日快报套路 女王的态度是 若哈利王子决定不全职为王室工作 那么女王不准许孙子保留她的三个荣誉军事头衔 这也意味着 女王将以霹雳手段收回对孙子与孙媳的庇护 届时 女王将把这三个军中头衔分配给其他王室高级成员 威奈王子与安妮公主可能将获得这些头衔 消息人士指出 这些头衔完全是女王的礼物 她想将这些头衔颁给谁便是给谁 是用来表明女王的态度的 每日快报 王室记者理查德·莫尔默报道说 目前 哈利王子与梅根马克尔对他们在美国加州的新生活感到满意 所以 他们绝对不会突然放弃这种生活 重新回归到王室高级成员的身份上来 但失去军中头衔 对于哈利王子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哈利王子高中没有毕业 军中生涯是他最为眷恋的 在做出梅托决定时 哈利王子与梅根原本的希望是一种半退半进的方案 继续保留着王室高级成员的身份 但又准许他们自己独立的发展 包括赚钱 为很多国人所不齿的查尔斯王子实际是一个心性柔软的人 他倾向于同一儿子与儿媳的主张 但他94岁的女王母亲不许这种情况发生 女王决绝地禁止哈利夫妇既代表王室又经济独立 如今看来 完全取消哈利的军中职务 也是女王决绝的态度 霹雳手段的代表 哈利王子拥有三项军中职务 分别是2017年从祖父爱丁堡公爵 菲利普亲王首周继承的皇家海军陆战队总司令 李圣埃德 蒙兹霍宁顿皇家空军荣誉司令 以及皇家海军司令小型舰船和潜水总指挥准将 本周 梅根将自己的名字从儿子阿奇哈利森 蒙巴顿威莎的出生医学证明中删除 禁留苏赛克斯公爵夫人殿下 这一头衔之事是英国王室最大新闻 每日快报将此解读为 这是梅根不甘心当第二名的一种表现 她不像与嫂子凯特米德尔顿一样 或是排在凯特的后面 就算是在孩子出生证明这样的小事上也是一样 最终不愿做第二名的女孩梅根决绝地告别王室 但却让丈夫哈利陷入痛苦中 接下来是查尔斯觉醒 威莲成为好国王胜过自己 精简王室计划被哈利破坏 自从凯特下进王室以来 她和查尔斯王子之间和谐相处 修复了查尔斯与威莲之间 因母亲戴安娜王妃形成的裂痕 尤其当去年哈利梅根退出王室后 凯特在查尔斯王子和威莲王子这对父亲子间 所起到的催化剂作用更是凸显无疑 按照一位皇室内部人士的说法 哈利的单方面退出 反而让威莲和父亲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而一直以来 在两父子间起融化作用的凯特 关键时刻继续谱写和谐的家庭乐章 查尔斯·威莲王子 还位前两位的继承者 这两年双方关系异常紧密 对于一些问题会相互征求对方的建议 作为权利在威莲王子之上的查尔斯王子 他做决定前会先与威莲商量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颁布命令 一位王室助手表示 近来查尔斯王子更多地将自己处理王室的事物的经验 输出给威莲王子 他已经意识到即使自己成为英国王室的国王 那么他在位的英国王室 一定要比儿子威莲在位的王朝时间短 这话听起来非常残忍 虽然查尔斯王子一直以来不受英国民众的欢迎 在历年的民意调查中 他和卡米拉两人 总是成为不受欢迎阵列的前几名 但是当以73岁的老王子做出感悟时 不得不说事情的真实有些残忍 目前查尔斯也已经计划着未来的权力交接 显然他更看重威莲王子 是不是能做好一位国王 这种关系甚至超过自己当国王的关注 王室内部人士安德鲁斯女士表示 目前两人间的关系是成熟的 当然哈利的退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查尔斯王子一直以来对于王室的未来有着自己的想法 早在2008年他就提出精简王室的计划 他希望缩小王室核心成员范围 建立以自己和两个儿子威廉·哈利夫妇为核心的精简王室 但是他的想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当时还没丑闻的女王二儿子安德鲁王子强烈反对 于是查尔斯的计划一直没有成行 在精简王室的路上 他的步伐始终迈不开 而近些年随着女王年事已高 两个儿子威廉·哈利都到了当打之年 查尔斯刚刚具备实现他想法的条件 却被哈利的突然退出弄得措手不及 目前在王室确认的情况下 女王级大臣不得不考虑 培养爱德华王子的一双儿女为王室效力 而查尔斯王子与威廉王子哈利王子最激烈的局主 要属于去年一月的桑德林厄姆会谈 哈利主张承担一半公务 保留自己在王室的军衔 一半自由之身 但是威廉王子坚决反对 这个时候查尔斯王子坚定地站在威廉王子这一边 否认了哈利梅根退出王室的条件 并禁止哈利梅根两人使用苏塞克斯品牌 剥夺两人殿下头衔 关键时刻 查尔斯的决断也成为他与威廉间 由王权利益所捆绑的紧密关系 目前来看哈利在王室的军衔很大程度上会不保 2018年查尔斯王子70岁生日 当时凯特与梅根签不合的传言已满天飞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凯特提出在这一天拍摄《卷夹福》 为查尔斯竞生 可以说凯特一直在培养父子间的感情 而多少年来坚持如此的确不容易 去年夏天凯特威廉带着乔治去西利岛度假时 凯特建议赶在乔治生日前回到伦敦 好让查尔斯王子可以为七岁的乔治王子庆祝生日 送上生日礼物 寒疑农孙也是老来幸福事之一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